今天还是300元齐齐首发 这场比赛在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 引出的就是这两支球队 在季首回合的交锋 很多人应该有印象 当时是一场对攻大战 您觉得当时哪个进球的印象最为深刻 当场比赛您也期待谁的进球 欢迎参与的讨论当中 拉维奇和余大宝 两支球队的场上队长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河北华夏幸福这场比赛的一个首发 埃尔纳内斯 马斯切拉诺加上拉维奇 三名队员都是出现在了首发的名单当中 当然像江文俊 包括杜文阳 这赛前其实教练也专门谈到了 就是这状态都不错 也是跟着球队怎么说呢 一直参与这个练习 然后比赛踢的其实也还算比较多 所以这场比赛出现在首发的名单当中 刚才看了一下 国安替补只报了六个 少一个 对 少一个 真给报上也不一定用得上 两支球队的主帅 这是河北华夏幸福的主帅克尔曼 当然现在这个赛季 由于带着河北华夏幸福 只拿到了36个连赛季 当然不能全怪在他的身上 但是对克尔曼接手之后 带着这支球队 其实大家也是评价褒贬不一 两支球队上半时的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同时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其他 尤其是涉及保级球队 这四支球队的比赛 我们也会给大家来通报这个比分 在皮皮体育看就比较好的舒服的 就是你来回来去切 那边进球了你就过去看一眼 这边进球了你就跳过来再看一看 要求加力网速的够快 现在基本上问题不是太大 这场比赛的主赛办是石针路 因为其实当整个的 其实解说的安排出来之后 我能够在最后来说北京中和国安的 收关站打河北华夏幸福 这两支球队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一个是两支球队里面 本身朋友就挺多 对 另外一点就是确实 在涉及到保级的时候 不免在这个圈子里面 听到或多或这或那的消息 你说你知道不知道的 你说还是不说 所以还是这种佛系的比赛 比较适合我们 主赛办已经吹响了两支球队 上半时比赛开始的哨音 河北华夏幸福身穿红色队服 在自己的主场作战 北京中和国安身穿的是 绿色球衣客场出击 这场比赛有贾天宁和深方健 为您评论解说 我先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两支球队今天的首发的情况 然后天天先看一看 这赵明健直接编络 上来之后就是突破创造脚球 赵明健打的是右边后卫 江志房是左边后卫 这应该没变 门将是耿晓峰 26号江文俊 16号杜文阳 有可能是搭档 守在这个防守的位置上 罗森文 马斯杰拉诺 埃尔纳内斯 王秋明 拉伟奇和董学生 这是今天河北华夏幸福的一个首发 我们先来看看拉伟奇 五罚的脚球 拉伟奇这个位置上必须要加以严密防范 时针路又垂了反规 这个位置给华夏幸福一个定位球 可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因为这边有定位球发的准的 还有投球好的 拉伟奇和董学生 最近这两个人的连线很频繁 关键是仅仅一分钟的时间 一个脚球 一个同侧的任意球 就是河北华夏幸福给主场球迷 说留下一场胜利 作为这个赛季美好的回忆和收官 愿望是非常强烈 主要采用的是两条线的防守 这个球发的落点不错 巴坎布 把球踢出了另一侧的底线 他把这个速度比较快的 巴坎布放在这个区域防守 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 防的就是这种球一旦转过来 后点如果有速度特别快的队员 跑到你的防险和手边之间 如果追不上 所以巴坎布在这个位置 他的启动速度更快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拉伟奇 拉伟奇的任意球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脚球这一次选择了前点 一下被吕棚踢了出去 国安这边的闻将上的还是郭全博 那么余扬 雷同龙 余大宝 最近比较稳的这三个人 尤其是余大宝 稳稳的钉死在了猪后卫上 没错 15号刘欢的上一场比赛踢的还行 这场比赛呢继续首发 另外就是18号金太炎得到了首发的机会 26号旅房刚刚解围的这一位 再加上吃中国 所以国安其实今天的防守扫荡上 奔跑能力强的队员还是挺多的 另外就是张锡哲 韦时豪 和巴坎布 这是主要进攻的三人组吧 从这个站位来看 今天马斯基拉诺应该是和杜文阳 一起打的中后卫 嗯 其实啊就是这场比赛赛前呢 克尔曼也谈到就是目前呢 华雅幸福那边啊 他也是受到了或这或那的影响 十多个人踢不了比赛 嗯 所以两支球队都很难保证说这场比赛 我是以一个最好的人员的配置和状态来打 嗯 因为从双方的阵型你也能看出来 嗯 实际上两边教练这赛季更想打的是一个 呃442没有边前位的阵型 但是打着打着最后可能都打成三中位了 嗯 为什么因为这个阵型要求你的中场这三个人能力太强 一旦有一个上不了的话 你这个阵型是不成立的 对 向前上不去向回回不来 嗯 左右移动的时候可能因为阅读比赛的速度稍微慢点 就会晚一拍 嗯 所以这个阵型打不好最后只能是退而求其次 打一个所谓的532或者一个352的阵型 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阵型构建的还很难保证说 你一个就算是一个18人到20人的框架 说这些人主力替补之间的差距不大 对 现在还是替补队员的很多跟真正打主力的队员差距很大 你比如说张成东 张成东打不了 那你说这支球在里面真正能跟张成东匹敌的 很少 几乎是找不到 嗯 从现在华晓夫他的这个进攻阵型来看 马斯基拉诺似乎是拉回来 打了一个三个中后卫中间的这个 但是一会等他防守的时候咱们还得再看看 马斯基拉诺的位置有可能是个后腰 有可能不是中后卫 所以他这个战术的灵活性还是比较强 看看这一枪 连续的前叉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把球搓起来 董学生 董学生这一点戳在进去里面对关影响巨大 嗯 大北齐 赌球的力量呢还是被余扬应该是干扰了一下 后台后面呢小文俊 马斯基拉诺这时候也收回来 马斯基拉诺还是有点像后腰吧我觉得 双中尾一拉开马斯基拉诺收回来 余大宝 好 变得了比较稳妥的处理方式吧 就先破坏掉 而中朝的最后一轮也 的确看到了很多呢 各个地方都呢 保卫重庆 保卫天津 保卫大连 对啊 球迷永远是最可爱的人啊 我过起来有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联赛 他正在平平淡淡 赵明健的这个球可能已经出了边线啊 但是下午场呢这个中朝的比赛有些三点开球 对于很多球迷看球的习惯上来讲也其实是个冲击 因为大家习惯了周末什么呢 我熬个夜看看这个两点的三点的比赛 第二天踏踏实实睡一觉 吃点东西什么都不耽误 你七点半才开球嘛 你就突然来一个哈 恨不得两点半我就得全都准备妥当 大家好多都还没睡醒 外卖都没点好 你说的这个一定是非常这个纯正的这种球迷 不管是中超联赛还是这个欧洲联赛 他都看的那种 我觉得有一部分球迷可能是只看中超 不看欧洲联赛 还有一部分球迷呢是只看欧洲联赛 不看中超 对 因为这场比赛呢确实真正的实际的意义上 相对的淡一些 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赛季很多其他的事情啊 这个看看董学生 因为你比如今天早上很多人就瞄着 准备来看这个全世界最富盛名的得比 结果一场大雨 你说这上了闹零三点半起来的 刷刷刷刷刷发也没有 你说再回去躺 你说想睡着了 这在什么时候了 可以看看上一次得比的录像 当然要提示您啊 PPT渔会为你进行直播 这场比赛呢被推迟到了明天的凌晨 大家可以继续来等待这场九富盛名的 可能叫南美第一得比 甚至世界第一得比 博卡打河床 这个阿根廷的这场得比更多的是 可以说是两个阶层之间的一场得比 在阿根廷河床更多的代表的是这个 很有钱的这些 博卡呢可能相对来说贫穷一点 所以这种得比打起来一定是火星四肩 这球到时候大家看吧 我们也排除 像这年轻的解释员会为大家来进行服务 准备的也非常的充分 这两支球队互相主要对骂的这个几个分 也都比较熟啊 但是其实也还好啊 今天的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来看呢 国安啊的确在阵型变化比较大 而且是尤其损失了澳谷和比埃拉的情况之下 进攻组织真的是陷入平静 今天这个阵型可以说是国安这个赛季第一次打的 虽然是个352 但是实际上它如果说进攻阵型的话 它是一个3232 不像以前是一个3142了 吕鹏和池中国打了一个双后腰 和西哲在中场组成了一个正三角形的组合 更侧重什么 两个后腰来保护防线 这可能也是施米特的想法吧 因为这个赛季刷到很漂亮数据的外援上不了 那我肯定要立足防守嘛 对面的外援都能登场 阿坎布 阿坎布准备自己来了啊 好球 悠这个位置越位了 比较可惜啊 对 实际上传球力量再大一点的话 西哲这一漏 刘欢实际上已经从反越位的位置上插上去 看这一架 刘欢作为第三届球人 如果力量再大一些的话 这会是非常好的下几分钟的机会 这边郭全博出击 把这球破坏出界之后 滑下姓胡作员想快发界外球 结果拿起球了一看 眼前一片绿 没有自己人 没错 胡安作员回报很快 你看看 乔大森就进球了 刚才我还在和贾顺浩啊 在聊这个事儿 他说啊 恒大怎么回主场啊 也得给球迷一个交代 我说那可不一定 我不出所料 但是比赛没有结束啊 其实恒大现在他的这个 对于比赛的愿景和北京官是差不多的 前四的鸭冠是没问题了 你想赌冠军那基本是不可能了 已经不可能了 不是基本上 所以这时候你说一个这个躺在游艇上啊 可能在想着我这个明年这游艇怎么装修的人 和一个在水里抓着一根草的 马上叫淹死的人 嗯 两个人的心境是不一样的 在赛的时候 太达和恒大这场比赛真的不太好 没错 而郭安呢 这个赛季因为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 很多的数据呢 现在基本上可以算是整个赛季下来的这个平均数据 你看郭安呢 是首先 首先主客场表现成绩上拿分 比较稳定的一直可以 对 那就是我比如说打到上一轮的时候 我主场能够排第四 我客场也排第四 对 导致我最后排第四 哈哈哈 但是你从比如说进球的数量上 尤其是传球 郭安这个赛季做的最好是传球 超过整个中超的军值很大一块 这个改变呢 我觉得跟主教练当然有一定的这个原因了 但是跟外援的特质也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你如果说传球的话 咱们如果 哎呦好久 郭安波这球位置占得非常好 没有太着急要出去摘这个传球球 而是守在门着前门柱 你看这球 它如果说提前出的话 这还挺危险 就直接奔门过去了 没错 所以呢 你像郭安这个赛季 它的射门排前三 射政排第二 这就跟郭安的打法有很大的关系 它传球多 传导出来这个射门机会呢 显然就明显比你这卖为胡敦 这个乘船冲掉 这种效率要高很多 我刚才也说 你注意一下 这个郭安如果在球员的传球排行榜上 你去看吧 排名前三的 不管是传球的次数 或成功传球的次数 都是郭安的队员 谁 奥古斯托 比埃拉 蜘蛛果 这三个人 但是你仔细想 这三个人实际上 除了奥古斯托之外 那两个都是这赛季新过来的 嗯 这个赛季新的人 新的打法 如果没有比埃拉和齿中国的加入 史密特的这套打法 很有可能是不成型的 这一脚转移啊 要是能够找到韦世豪 当然是最理想的事情了 而华夏幸福呢 其他的整个的数据 都排在中游偏下 只有一个数据比较好 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凭最佳精神的名奖 这支球队的犯规次数 是排第15 倒数第二位 踢的比较干净 对 比于平均值大概 到现在少个六七十次 哦 那也不少 那一场比赛就少得挺多 对 从一方面说 这个球队踢的干净 可是你如果从这个数据来看 可能也是应该一方面不好来说 拼劲稍微也差了一些 刚刚这一下的拼抢呢 华夏幸福 队员 这些硬 你看这手势自己都做出来了 哦 这个队一在检查他的膝关节 哦 秀明哦 这一下是顶着硬伤 希望这个内侧的富人带不要出什么大问题 余大宝呢 上去是弓着腿 一个发力的状态 上去顶着这一下 你看王秀明也在和这个队一在比 这个手打这个手掌这个姿势也是 那意思就是直接的硬伤撞上的 并没有扭 而且他撞上的膝盖内侧呀 这个这一个地方 张队来讲可能还脆弱一些 希望只是硬伤而已 打到联赛最后一轮如果受伤的话 实际上错过整个准备期 下台季这个队员是很难再打回来 喷了喷 缓一缓应该还行 但估计肯定能有点肿 那国安这边在进攻的时候 今天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石中国 嗯 他有可能是国安在中前场的一个 一个核心的变化 为什么这么说 吕鹏进攻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上来 但是持中国今天的位置不一样 以前他是拖在后边的这个 但是今天持中国 向前去推进的这个幅度 明显大了很多 中超这个赛季的比赛 其实还奉下了很多比较经典的较量 他这种经典的较量的可遇不可求 而且有些比赛真的得是打到了这个兴头上 对 和最后冠军争夺战那一场 没错 我们先来看完这个小球啊 余大宝突然的一个前提 解备出来 这个时候呢 红星二锅头 邀您共享中超赛事 本场精彩赛事 由红星二锅头弹注播出 他呢 持续锤打 余大宝啊 他这个虽然是今天打中后卫 但是一旦有进攻机会 你看他在定位球进攻的时候 这球打出来 华晓峰的防线在向前提的时候 他是一个反越位的跑空中线插扔 这打前锋的这颗心还是没变 没错 余大宝呢 在防守当中很多 技术动作的运用啊 他潜意识里面用的 还是一个前锋动作 没错 就是你可能教练会告诉你 你在这个位置 要用什么动作 不要用什么动作 但是就像你说的 这个队员踢了十几年 都是踢前锋 他下意识 一定会用一些 他习惯的动作来处理 对 时针弄的对金太炎 是一个口头上的警告 今天金太炎呢 拉的是右边的编译位 董学生啊 姜志鹏啊 都觉得这球你得给黄牌啊 你想这么佛系的一场比赛 这边啊 实际上今天这边不太好放 如果说王秋明也是 往他这边靠的话 他这边要面对 王秋明加姜志鹏 两个人去轮番的进攻 没错 但是他是右边异位 这边他一个人在上 哎 倒倒倒几小时后到了过圈伯的脚下 还是一个大脚开出来 反正至少不会让 这儿还举了 点了越位 嗯 对 这种球可吹可不吹吧 哈哈哈 球拳就在河北的脚下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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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他在阵地站的时候 他并不想对方中 哦 刘欢上了 还是好好给 俩人还是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不在一个频道上 刘欢马上就要冲到越位的位置了 这球还没塞出来 点了刹车了 这球搜过来了 我听的是103.9 我听的是97.4 你听你的 我听我的 这边这边的交通辐射线呢 你那这个放最佳金曲 这俩不在一个频率上啊 所以呢 哎 耿小峰 这个 中国现役最帅门将之争啊 这个各有强大的拥盾啊 迟迟未有定论啊 一派是强力支持耿小峰的 支持曾成的 嗯 支持杨志的 嗯 当然也有支持王大蕾的啊 王大蕾的 王大蕾属于个性啊 这个守门员实际上很容易有这个偶像包袱 为什么呢 一般守门员首先个高 个高就给加分了 另外呢 你这站这儿老没事干 后面可能老在喊你 喊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啊 可能是这夸你的 也可能是骂你的 但是耿小峰的客观来讲 就是出道阻难团 这长相也没问题 绝对是非常帅气的小伙 可惜的就是这个 有点时运不济 在国家队 好不容易打完主力赶上了 输泰国那场 就是他的手就是 对 有的时候这个真的 也没地儿讲理 实际上他出道的时候 大家都很很很看好这个门将 但是你看这么长时间不打主力 好不容易说 到了河北华夏幸福这边 哎扬城打不了了 他能上来了 但是上的证明显 状态并不再增加状 又流环这个防守 哎我这个是 把判部 这个可得玩命了 贴上来之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实际上河北华夏幸福这个赛季 比较怕这种反击突然一个斜线打上来 然后这两个前锋一错位 把他这个后卫线彻底带乱 有时候这种二点球丢的呀 一个赛季 我印象当中 最近四场跟福利丢了一个这种球 跟大连一方虽然不是两个前锋错位 但是李亚测克斯一个人 拿一点自己拿了一点自己再把二点拼下来 然后在发球湖顶那扣来扣去 没有人上去想 我现在就左下角这个 当然是这个主要的转播卖的这个广告 咱们就不说了 他一弹出来啊 你以为上错了 我就以为哪就又进球了 所以既期待又紧张 刚才这裤球率谈出来之后 我也没看得太仔细 72对28 裤球率占优的是河北华夏幸福 对 看来少了比埃拉和奥古斯托 北京关这个传控真是打不出来呀 一人占25% 这下对角 因为的确你说现在 当然张希哲是属于这种技术型拿球的队员 巴卡木也是突破的 那你说这支球队靠谁组织 其他都是防守型的 对 希哲也是个技术型队员 但是他的这种技术 并非是那种拉回来在这控制节奏的这种队员 他是向前这下特别好 如果一个横向对比呢 就是比埃拉呢 是球队当中的莫德里奇 他是克罗斯 就是粗粗粗四处传球 他是一个射手 居大宝 这个赛季改打中后卫之后 上抢这一下 没统计 他打中后卫之后 吃了多少黄牌 反正是各种黄牌 红牌是没少吃 送给对方的定位球也不少 但是确实现在没办法呀 如果三中卫的话 去让刚进队的郑一鸣去打第三中卫 确实难一点 对 史密特现在的一旦说中场 这个132行不成 后面中后卫 他找不着第三中卫 之前上的这王秋名 我估计够呛了 有点顶不住 还是跟于大宝那一撞 致命伤 如果不行的话 这个场下能打这个位置的 还有胡仁天 而且你看 这给的还是刚才 刚才那一下 中圈位置 真是挺可惜 当然你像于大宝呢 他用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其实呼吁的也是更多队员 要做预判 要自我保护 有的时候真的想躲 也躲不开 于大宝也拥担重任吧 就像天宁说的这个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球队 他内部也有纪律处罚的 就是无缘无故的吃黄牌 他会拔钱呢 对 你说于大宝招谁惹谁了 这次丁股经防守 又是把坎布 插一下回来 把这球破坏出去 这一下子过人 好球 这是位置豪吧 确实 你这个位置豪 这个习惯特别不好 你发现了 谁踢他 他站在那儿 北京话叫什么 叫照眼 照眼 你看这跟对方抄着 他又跟裁判抄着 追着你 对 经常问你看什么 什么意思 这个习惯真的特别不好 因为球员很多也都是血气方刚 很多的情绪上的波动都是从这来的 但是这个咱们不是说情绪啊 如果假如说这个球对方碰了你 你倒地 你起来马上向前跑 有队友过来快发球 那这就是一次得分机会 你站在那儿瞪着他干什么 哎呀 这小球啊 巴坎布干的是比埃拉和奥古的活 但是确实差点意思 这球要是甩过去 左侧的这个内部孔当 非常大 这叫防守左侧 进攻右侧 庞下呢马上得来进行换人 那是36号陈塘 一个U23的队员 来碰上马斯基拉诺 这一打一能力相当强 哦 看看 钻进云堆里 他能摘出来啊 杰尔纳内斯把球交出来 他这个边路上呢 是有点慢啊 不打两边 拉贝奇直接端 没停住 杰尔纳内斯 可惜了 但是你看他这三个外员 靠近之后的配合呀 确实好 这个可能让国安的球迷 格外想念比埃拉和奥古斯托 河北华幸福 因为这个埃尔纳内斯付出之后 他现在啊 又开始去尝试这种 自私二没有边前位的人气 所以今天你看这个罗森文 这个马斯基拉诺 阿尔纳内斯 包括刚才这个被换下的王秋名 他们四个打这个中场 并不是在宽度上怎么样 他们在中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菱形 这个菱形可以转起来 有点像五人质的这个四个人的打法 这时候如果说窄开了两个边衣外 赵明健 包括这个僵制防会冲上 这种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一旦防守的时候 一个三个后腰平行的移动 实际上三个人 横见面 可能窄 没有四个人做 他在横向转移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出现 从左边打到右边 这个类部就空 没错 突然给一个身后球 只要这种球过不去 五万的进攻就很难有所掌握 这刘欢好像又是拉了一把吧 但实际路也没有吹这个球 比赛已经打了25分半中 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0比0 距离我们期盼着最后 大家都没包袱的时候 全都不管不顾 大举进攻好像相距甚远 外围方圆说 你看这就是咱们之前 在赛前的时候也提到 八下怕什么 一个斜线打什么 二点没什么保护 对 首先后围线自己的波动行不成 另外前围线对后围线的保护太大了 他这个赛季这个问题 确实比较严重 尤其 有时候马斯基拉诺 你看他大后腰 马斯基拉诺 要能在这个位置 那就还好点 只要马斯基拉诺不在 基本上就危险了 对 小马哥现在已经不是吃身体了 改吃脑子了 所以呢 这个赛季 从河北华夏幸福 这支俱乐部的 投入上 主要就是资金的这个投入上 和最后取得的成绩上 我觉得俱乐部还是 反差比较大 不是那么太满意 美食豪的这个单打能力也不弱 但是遇到的是对方的包夹防守 哎 等一下 哎 看一下 当然 实时比分 只上了太达那一场 其实现在 好几场比赛都有进球了 嗯 大连主场1比0 长春亚太 关键是重庆客场0比1落后 贵州横峰 又是打算赔兄弟吧 的节奏 哎 比赛都达到了将近28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在这个保体站开打之前 有句话说得非常顿 你先别考虑别人做了什么 嗯 这个吧 那个吧 你先把自己的比赛能赢下来 是错 吕鹏 这两个后央啊 吕鹏抢完球上去之后 持中国意识非常好 马上回来 到吕鹏刚才的位置上进行保护 好球 应该能过去 传门进来 哎呦 真是被后卫伸了一脚 哎呀 金太炎这球没端进来呀 这两点 就完全是自己没端 自己给踢出去的 那这球有点不太应该啊 能力问题 只要给进来 我觉得必进 因为从刚才那个角度看 以为是江志鹏伸脚给挡出去的 嗯 必尽无疑 好球 哎呀 助理财伴要举没举啊 他犹豫了但没举 尾声好 连续两脚 尾声好 就是左右连续爆肝啊 我特想知道那一瞬间 助理财伴在把脑子里面琢磨了一下什么 他确实想 你看啊 这球不越位 你看啊 取得马上要举 又给按下去了 这个也是这个赛季 试列杯之后 这个传达的一个精神 就是越位的话 如果有可能进球的越位 你可以先不去挤 因为咱们有VR 当然了 不得不说张锡哲 这叫分球啊 分的质量真是非常高 嗯 有张锡哲在呢 这场比赛 国安还能打一打 当然你也不能一个说 组织性的队员都不上 就看持中国他的差场的时机 包括位置 是不是能起到这个第二个 张锡哲的这种作品 因为之前国安队一直是 持中国一个人拖在后边 然后前面是三个十号 张锡哲别拉 包括奥古斯托 一起在那倒球 这球传到谁脚下 都有C出这种 守护到传球的能力 前场出界能不能快速 形成界外球的压迫 因为我有好多朋友在看 就是贵州航风打重庆 这场比赛 说贵州那边真是拼了老命 哦 这叫什么 真是同处一个地方 好兄弟一世请 一生一起走 啊 这什么死也拉一个点被的啊 但是如果真的贵州和重庆 一起降级的话 这个明年这个西南部地区 可能就没有中超球队了 等待最后的结果吧 啊 也就是因为看着这场比赛 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闲暇时光 来关注一下别的场次的这种表现 因为这两个球队打了三十分钟 华夏幸福呢 数据稍稍占一些优势 嗯 但其实他的这个进攻组织能力上 获得机会的能力上 并不比国安强太多 对 我感觉更有威胁的是韦始豪的 刚才那一次 国安现在场上啊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 似乎都缺了一点呼应 集体行为上稍微差了一些 另外三条线的距离有点太软了 这场好的化解了对手的前场压 不错 然后 现在国安这种身后还有斜向的这种 过防守头顶的传球 威胁性挺大 又可以放原射了 后腰的位置上 华夏幸福这边 要再提起点精神来了 已经第二次让张希泽 在这个位置上打原射 一次是长转打过来回座 另外一次呢 完全是横向的一个小转移 两个后腰全部在位 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 塔尔 韦什豪和巴坎布 两个人能力 一旦形成这种两个人错位的默契 这球打下来第二空单 很有可能是一次这种 比刚才的远射要更好的胜门机会 国安今天的防守 较为尽心竭力 两个后腰啊 对 俩人也是赛的 对 持中国身边多了旅逢 踢着更多新兴手吧 也说到持中国 他不仅仅在传球和传球成功率 排在国内球员的第一位 他这个抢断是所有球员的第一位 比外援还多 拦截排在第三 身前的应该是只有乌索和顾操 这两个有时候打中后卫 顾操根本就是个中后卫 所以你想想这个进攻能传球 防守能抢球 这样的队员 国安真是做了一笔 特别值得买卖 真是划算 看持中国的压迫速度 有了吕鹏在后边拖着 持中国赶往上抢 对 反击的机会 那时候再插身后 其实本身杜文阳在检围的时候 出了点小失误 这个教练组应该也和队员们交代了 对方杜文阳比较年轻 这个赛季实际上 他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对 有这种高球的时候 你更多的是压迫他 他势必会有心理上的紧张 两队就这么消磨着 卡拉诺下个赛季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留在中超的赛场上 马斯基拉诺最近的心情还是 一直都不错的 因为在中国也做着买卖 反正就昨天 又不是前天还吃火锅去了 这个球越位了 这实在是太远了 太远了 没人好像过去照不上眼 这球你还 你要看这条线的话 为什豪还真不越位 它是一个反压之后的体度 没办法 现在形容应扎吉是活在越位线上的人 为什豪这下也差不多了 对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助理裁办 他没活在那根线上 可能在这根线上 生存 跳舞 活跃起来 需要很高的求伤 没关系 这一次 虽然这个助理裁办 有一些小小的失误 如果为什豪能够坚持这种踢法的话 一定会有获得机会的可能 嗯 这个一脚转移过去之后 这落点差了可不是一点半点 对 你这个江志鹏的这个表情 你就能看出来 他对这条转机还是挺失误的 这个挺失望的 总学生拉出来 身板比较大护住球 哇 原地启动了一下 比金泰妍确实还是要厉害 你的机会 好球 这是 这就是原字董学生提出来 对吧 我帮助球队来做强 然后个人能力碾压了金泰妍 对 这个金泰妍这个防守啊 感觉有点 他没有想到对方在失去平生的情况下 还能把这球传起来 居然还传得这么准 这个球呢 打进 算是华盐幸福这边的一个团队拼抢的一个协作 尤其是本土球员之间 注意一下江志鹏是不是传球之后受伤了 包括顶头的董学生 鼻子也流血了 你看 在落后身位的情况之下 原地启动 这也爆发力 后遇江志鹏传球之后摔地上来一下 就是这个手臂或者肩关节能有做好保护动作 看一下江志鹏情况怎么样 那董学生这大头球啊威力十足 本土的中锋当中 董学生也是名列前茅吧 对对 五磊第一他是第二 现在应该已经是12个进球 这一个进球上了两个 但是这也值啊 就是在检查这个阻间 应该是尽管劲 因为他摔的这一下真的冲力非常大 而且没有任何的保护 华盐幸福这边这个队一 今日实际上 应该是这个赛季初的时候 还在国安当队一呢 好像还行 如果是肩关节脱臼的话 这个队一如果是有中医基础的话 可以先长给他证证出来 但是如果真的是西医的话 这没辙 这球看他那球迷有些真的是 这打哈去啊 真的是犯困啊 所以有一个进球是好事 还是打身后 赵明健挺开心啊 好再办好再办 刘欢的是认为这个球赵明健碰了 所以呢我们也只能看办动作 双方对这个判罚都不是很满意 表示莫名其妙 好 当然最后的这个关键场子这么多啊 总的办时针路 吹这场佛系的比赛啊 也能够看到时针路啊 前提把球留下 啊 哎 韦志豪向回带球 赵明健我感觉这个顶韦志豪的时候 有点这大哥的气势啊 反正其实身体俗是差不多 但是我跟赵明健他的经验非常丰富 然后刚把这身子转过来 整个向回带他一下子贴上来 对 压迫的原则有一条就是什么 对方向回的时候你一定要马上压去 阿里斯卡啊 1比1了 这球怎么走 对方防他牵内线 马斯基拉诺马上回来了 刚才这球能看出马斯基拉诺 他的阅读比赛的意识太好了 韦志豪通常是不走外线的 然后这个自己的队友在防守 他马上过来 把内线切得更死 这一线韦志豪赶紧要把球传回来 如果不传的话 再被包夹 这球基本是摘不出来 但是现在呢 上半时的比赛 踢到40分半钟 我是觉得国安这场比赛轮换幅度这么大 然后呢 你说今天11月11号 两周的时间啊 这会不会 当然就算打了这场也不一定能多好 也得等两周 可能也是怕天太冷啊 打这种比赛 拼受伤了 那俩核心真要伤一个 打鲁能 这时候也就没法踢了 因为鲁能啊 在受关阶段 其实在很多强队当中 他表现的是最稳定的 五队先进球的胜率 从16到18赛季是百分之百啊 这有点直接就 把这暗幕一拍行 今天这事就这么定了 数据这个东西都是慢慢累积的 当然呢 在18赛季之前 以河北黄家庭湖当时 都打了这个比赛 大部分面对的球队啊 没有中高球队这么强 那俩大宝这球非常有经验 把球护出去了 但是河北华庭湖这边 马上就在前场 形成了一次阶外球的压迫 是中国 阿杆布 转出来了 外脚位的分球找到韦氏侯 球停的不错 速度强吃 但是不追的这个呀 确实也快 江志鹏 对 吃不动 你看左右两个 厌以成名的边后卫 今天在面对韦氏侯的时候 拿出了什么是大哥 大哥级的表现 而且韦氏侯 你看和江志鹏比起来 这个身板上明显 窄了一圈也薄了一圈 所以当两个速度同样的人 体重不一样 挂上的时候 那江志鹏的优势就出来了 对 那家人刚才这球 江志鹏他的主心降得更低 一击也没啥 彻底速度没有了 老话 身大力不亏 身大力不亏 主场的球迷对待维持好 也不是非常的友好 但这场比赛呢 就即便在落后的情况之下 说北京中国国安客场想 疯狂地打起进攻了 也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估计巴坎布真是 这个赛季只要他能够上场 踢的也是比较别扭的一场 后面少了俩炮台 来 这场比赛呢 射门上 华夏幸福 两次射门 两次达胜 国安只有一脚射门 打在门框范围之内 射门次数虽然多 但又两脚都是类似于 张奇哲这种外围 直接放远射 另外两脚是韦志豪连续两脚 所以这个进攻的效果 到底有多好 韦志豪好像又跟看台上的球迷 有了点互动 就这点是 真正内心强大的人 从来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他倒是那种典型的90后球员的这种脾气 非常有信心 好球 龙欢 穿到过去了 这球打了一个赵明健 够没面子的 国安在这道阵容之下 今天有几个球战渔王还比较强的队员 今天西哲状态不错 然后边路的龙欢状态不错 上面是在比赛补两分钟 不够没吹 分边巴卡木 该必须放缠了 早点发出来 对方还没撤回去 你看刚才实际上 杜文阳插完球之后 他连都不再看这边发界外球 他会回跑 这是咱们国内球员现在好多的队员都这样 我家是谁来了意思啊 那别犯规 听着像是华雅幸福这边教练组的 从刚才那条转移球的质量能看出来 吕鹏打这个位置 和奥古斯多比埃拉打这个位置 区别非常非常大 也在于什么转移的时候这个传球的准确度 包括力度 合不合适 如果合适的话 刚才那条转移可能就能转出一个舍门机回来 那可能只差一点点 这次机会就变成什么 对方有手转功了 好球 巴坎木啊 能不能斜向往里再钻 钻不动了 自己射门 巴坎木这个球处理得不太合理 实际上这球打过来的时候 巴坎木一直在盯着球在追 如果他在追这个球的时候 说这一下追这个球的时候 你看一眼 对 而且这次非常难得的是 国安包抄都到了 所以你看刘欢 后面刘欢都急了 这球没法从头再来 他今天真是 没关系 刘欢今天状态好 心若在梦就在 我们都转出来 好球 不急前嫌 往里送 别说刘欢这个队员啊 来的时候还真没想到 能到赛季结尾的时候 用成这个样子 好 这一下倒地又问了一下 雨洋啊 知道这个距离 这些轮圆了给一脚 相当于拳击比赛当中 这一拳打上来 两分钟的捕食时间到了啊 在上半时的调量当中呢 河北花牙幸福在自己的主场 狼房体育场 靠着董学生的一个暴力大头球啊 1比0 但是领先的北京中和国安 你只要上来抢我我马上分出去 那确实啊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说150脚传球 这对国安来讲 哎呀球迷看着 难怪看他这个远征军都在打哈去 对 你想想这个有时候奥古斯托一个人一场比赛 他都六七十脚传球 当然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 其实那一个进冲啊 董学生的时间完全都是位置上对抗 好球 这有没有守球 哎哎哎哎哎 踩漫指向了点球点 这球确实这个巴卡莫停球这一下 晚上颠了一下 嗯 似乎是打在了这个对方防律员的手上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 哎哎哎 确实实陈露呢 也像马斯基拉诺在说 他不但打了 他还向前撩这球 有点排球啊 自由人接对方扣球的这架势往上撩 哎哎 小心 得了点球 你看这特写给上去啊 这浓眉大眼 老冬老觉着想上来说点什么 巴卡莫依然是呆萌的表情 感觉这什么事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们来看看啊 下半时开赛还也就是一分钟吧 嗯 两支球队的确是抢开局不一样 上半时的一分钟是河北这边连续两个啊 角球任一球 骗过了耿小峰 稳稳地把球伐入 再刷一粒进球数据 我气死马斯奇拉诺 这个巴卡莫这个点球 选择了和畅长打上 成花的时候完全相反的 相反 一脸呆萌 依旧是一脸呆萌 巴卡莫这种 处变不惊的表情啊 确实也挺让人羡慕 可能你什么事跟他一说 他都是这表情 起个日本名额叫大智若鱼 这样的话呢 下半时打了两分半钟 比分变成了1比1 就实际上只要手边判断对方向 基本是百分百能给拍出来 眼神加支撑角两个片 都是向手边 往这个手边的右手边去吸引 对 可能在铺点球上 也并非耿萌萌的强项 克尔曼中场的布置 至少现在来看有一半 已经作废了 因为主教练中场说 一定会说 如果对方打平了怎么办 如果没打平 我们接下来的30分钟怎么踢 可能这30分钟怎么踢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要正赶上 场上有一些队员听得 听的时候是区别听了 那可能接下来就更不好踢了 当然我们是希望 让这个进球的频繁出现之后 能够激发起两支球的进攻的 强大的欲望 对 赛场里能表现出来 上半场 两支球队 竞比赛时间加起来 21分钟 这个比赛质量 确实也差了一些 这李一曾经搞过活动 说亚洲联要推行 当时是60分钟吧 60的竞大神 对 差距有点太远了 这段时间北京公安 上半场是9分10几秒的联赛 包括在丢球之后呢 其实你能听到主场球迷的 这种情绪上的宣泄 你说他到底是 为什么呢 其实没有为什么 那就是一个宣泄而已 因为自己的球队被攻破了球门 肯定是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在赛场当中呢 这就说到上一场比赛像李云秋 球迷的宣泄很正常 对吧 你得允许他宣泄 你买票来看这个比赛 人还不能说你两句 这球要赶紧拿回来快点发 对方这个犯规的目的 就是延缓你的进攻速度 当然这样的一场比赛呢 不能叫无关痛痒 只能说是无关大局啊 唯独希望呢 就是当真正打开了 打开 打高兴了 别用一些太过粗野的动作 对 无关痛痒这个词 确实不太合适 因为这个赢了和输了 挣的钱是不一样的 你来看看路后的这个石后不安啊 他有了这样的一个表现之后 扳平以后 滑下幸福 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他 这球 马上步这球正好在腰的位置 想拿大腿蟹 但是这手啊 有点不听使命 在边上拦了一下 咬进来 就得一个厚增解围 还有 哎呀 这一道射门啊 没有达成力量 非常可惜 尔纳利斯今天状态 真的也挺一般般的 这球是吹刷了 就是发球的时候这个 哇 压吧 这下还挺难受啊 这瘦五脖子这下有点像这个小时候咱们做那眼保健操第四节呢 哈哈哈哈 对 那时候我基本都没好好做 哎 哎 黄远熊二比较友好把球替换给了 啊 你看这比赛虽然打平了 但是两边这个节奏啊 还不是能恢复到说这种联赛正常 而说拼你自我活的状态 你看这个球迷文化就是 这边科长远程军的清晰 听到在喊国安国安北京国安 而主场球迷回应的这个明显 高级不高级上 哈哈哈哈 哎 看看这一次编露 又撞到了脚机杆上 应该是北京关的对不对 碰出去的 对 赢得了一个脚球的机会 哎呀 余扬最近真是有点走背字 哎 你也没什么说的啊 也得感谢华夏幸福这边的努力积极的拼抢 我下面说的比赛真是到了最后的 生死攸关的40分钟的比赛 我倒勾 倒勾 好 阿尔达列斯复出之后 状态好像完全得到了一个提升 嗯 赛季赛季受伤之前那段时间 这感觉都不是一个队员了 嗯 嗯 横向的转移 丁太炎左脚往前一挫 2点有没有人 从场边球迷喊来看 不管他喊的是什么 有一边喊 另外那边肯定不会不出声 两边迷眼我运雨 对于场上的球员一定是有能赛 嗯 这种加油声或者干脆说它是这个 互相的那种挑逗也好 对场上的队员 刺激呢 他们更快的把这节奏打上来 嗯 对于足球比赛能打得更精彩来说 可以说是好事 但是你喊什么 这个咱们也管不了 咱们可能以后慢慢发展 能喊成那种像国外的那种啊 比较没那么让人家厌烦的这种 但是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首先我们要说的比赛 如果能够通过球迷的这种呐喊 可能变得更精彩 那我们就认可吧 那喊 哎 这么多年 这种创展的时候对拉韦奇犯规了 嗯 现在拉韦奇其实 呃 他被限制的还是挺好 对 尽量什么这种背身 你不要让他转过身来 另外就是拉韦奇最擅长的 他拉到边线中 他侧身拿去 你让他拿着球再想抢着 一两个队员很难抢 来 所以更多的要限制拉韦奇 他在无球情况下 今天别让他侧身把球拿住 拿住的话就不好办了 那今天这个数据全是反差 嗯 皇家幸福作为一个犯规挺少的 对 今天也是犯规领先 嗯 所以这个能看出来 从数据上 包括有时候某些场面上 你能看出来 这英国这场比赛 星其实已经在足协杯了 嗯 百度下来拉韦奇这一点啊 差一点点留下皮球 小明健 这是想自己直接掉门吧 啊 四传四伏 这球要进了 还反而就说我这球 我是按着标门去的 哈哈哈哈 谁要是哎 有队员包抄进呢 他说我这是传球了 啊 一个当年惹无惯嘛 沈星哥有一个接近底线的位置 叫射门进了 这很明显 射门之前还把里面看了一眼 街球队员 最后采访了 沈星哥就就说我那就是射门 好球 往里面押着走 哎呦 亏土计一样向前过呀 这一串可是有点猛啊 哎呦 真是坚决不让对方转过身来 两个后腰都没在防守的位置上 嗯 应该是如果很慢 你能回到这个位置 形成局部的防守忍住优势 广州恒大2比1了 这很有可能出现只有大连影响 然后重庆开达都输球了 哦 但是要比的东西就多了 不仅仅是积分了 这不关系 竞争球甚至预备队成绩都要排队晚上算 还有时间 这三季会不会出现预备队成绩的这种事 马上再几球门前 前点没蹭上 拉位棋啊 禁区里面已经是两度错过好机会 吕阳和刘欢在防守的时候有一个小换位 啊 你看防守回来之后 两个人马上把这位置来换回来 哎 这球反抢换回了 现在呢 主队 沃北皇家幸福的确露出点杀气啊 他在主场投入进攻 压上呢 比上半时要更猛一些 嗯 想主场赢球的态度比较的鲜明 而且国安在缺少了阿古斯多别拉之后啊 反击都不是特别细的 缺一个 缺两个 向前过渡 除了关键传球点 因为在反击的时候 华幸福可能没有以前那么 哎呦 先看这下啊 冲刺冲刺 有一个拱手的动作 那才把没享受 敲回来 停球没停住 从华夏幸福打反击 哎 吉小球呢 虽然磕磕磕磕磕 但还是传出来了 推的不错啊 人家主机给了一大空门 没捅进去啊 这个郭天国来感谢回房铲的这脚 哎等会麻烦了 台湾享受了 但好像不是给点球 一会儿还是得再看看 曼中国 这边在提示处 咱们你得看看这个 这个回放去 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认为是一个冲撞 就是合理冲撞 对 因为这个球 即便说是误判的话 或有视频来办的提醒 郭天国这球 出的确实有点猛 比方铲这一下 我们看的是 那里头楼 呦 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我感觉有点 犯规的嫌疑 这球 当然这个拉伪奇的射门啊 已经是完成捅不去这一下 自己看见了吧 反正是准备自己看 但是 一桌牙花子 看不看得明白 是这意思吗 这个球说实话 就不管吹还是不吹 但是 这个赛季发挥一直挺稳定的 郭天国这要出击的时机 首先 对 它并不是很好 咱们且不管 因为我更多都会 从这个一个教练的角度去看 如果说他出击的时机 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接下来 你要解决的问题会更多 不仅仅是一个失球这么多 我估计可能也就只有这两个角度 这两个角度 能不能够帮助 十真路 看清楚这个球 规则啊 我相信在十真路心中 好 看看啊 胸有成竹 信中有数 不让主裁判来不来去看 那切出两个曼洞洞洞 让我们也看看 对吧 看完了 给了点球 这个就真的 你看雷东东永远就是 他老是笑着 是不是当时老爵 他可能态度不好 但实际上他就是 永远是这种表情而已 看这一下啊 我们就挡着 那位置你说看 也很难看清楚 有没有球门后面这个 半军坐机位 没事 十真路看清楚了就行 咱们尊重裁判的判法 给了点球就给了点球 看郭权博能不能够 为自己这次出击的失误 将功赎罪 施密克倒是面如止水 我不用再说了 因为裁判的判法呢 已经都做了出来 你自己大网上 你还跟拉伟奇说一句 老油条啊 眼球发湿的概率太低了 但是这赛季也替丢过 骗过了国权博 非常稳 把这球给罚了进去 打了一个死角 场上的比分的 河北华夏幸福 再度超出2比1 而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 两支球队运动战的进攻 并不理想的情况之下 靠两个点球 把这档比赛的进球走出 提升到了3个 当然这个球呢 肯定吹的 弯的球员也是心不服口不服 口不服也心不服 反正也已经打成这样 对 后面能不能踢的 像之前几轮比赛的 北京国安 没错 这场比赛打的确实不好 这时候不开心 喝点酒可能好了 红星二国头 邀尼共享 中招赛事 本场精彩赛事 由红星二国头 伴助播出 有一句话叫 借酒消愁抽更愁 赢酒要适量 比赛已经打到这个份上 又是最后一场 是不是能不能给板凳上那些年轻球员一些机会 包括一位位置上李思琪也能打 三个中后位 薛孟涛实际也能打 王晓乐呢 你让他打中后位 打中前位也都能打 这些球员这些赛季没出来过 想的是这么想 但我估计 我总不能名单就带俩人吧 一个胡彦强 一个杨智 所以 不出大的意外 肯定上场的机会会有 但是 能不能得到说联赛 说起到锻炼作用的这个时间 难讲 哪怕能有十分钟也好 但施密特 换人极为谨慎 但是换人极为谨慎 对于肯定也用不满 急的呀 到两条线之间要求 队友传不出来 你看看他急的那手 这么就一个巴掌都能拍响了 又放远射了 杨树似也在说 这球打在对方身上了 这个 这个 不好说吧 没有啊 他们面确实跳过来 但是从咱们这个角度看 完全是 不像是打到 对 完全是自己替车的 你从这种球 防守的态度上也能看出来 场上的队员 确实并不在一个非常 有一个非常好的欲望 没有 通常这把球你出界了 更多的是马上去把他把球钉死了 对 如果抢下来 那是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成为契� 造补 成为契目 成为omi 功 马斯基拉诺带着头 老外抢 但是队友没跟上来 这就是你之前说的 如果要是按领先布置的 这个领先的比分又回来了 可能还好一点 实际上他下面上 华与和这边开场 振兴就已经改成了4145 徐天元是换下了董学生 打到了一个右边前卫的位置 拉维奇一着顶在前面 打反击的 但是没想到一上来 就来一门棍来一点球 现在打回来之后 你看他这个4条子要打的 相对来说就合理一点 马斯基拉诺一个人是单后腰 埃尔纳内斯和罗森文在他前面 一个倒三角 左边陈塘 右边徐天元 拉维奇一个人顶在前面 准备打反击 但是我们说顶在前面 拉维奇它并不是一个中锋 它随时能拉回来 它拉回来之后 罗森文包括阿尔纳内斯的后刹上 二杆木把这球带出来了 它往自己习惯包装的位置上去传 那跑的可不是它呀 这应该是西桌给它传 但是马斯基拉诺也是在前面 等着这间台上 确实喂不上球来 所以它选择了更多的相会车 这 indulgence呢 就是正式的食物 那么多的相会 就可以这种食物 现在在前面 它比起来 那句话 然后这种活动 带到现在 这球是中国船的不是很好 拖起来 现在北京湾的问题是什么 他现在这个三二三二的这个进攻阵型 在后场飞机的人数有点多 三个中卫拉不出去 而且三个中卫怎么站的话呀 守门员出来参与进攻建立的机会相对少 因为他和中间这个五位的中卫位有点同合 所以你的人数上相对来说在后场 很难把球顺利的倒到中场 如果说这球不是从脚下走到中场 相对来说北京湾可能不是那么习惯 摆好了其实已经踢出去了 我照这么乱打下去呢 其实湾还是很有机会能够再去取得进攻 湾下面是传球应该比上面上 好了好了一些吧 这个时候呢 王小乐准备上阵 对第一个换船来了 之前也上过 所以他之间还算可以 对 可能是耐炎 王小乐属于这种中后场全能型的队员 中后位也能打 前位也能打 但是更好的还是打前位 因为他身体比较担保 全运会的时候并没有代表北京 而是回他的这个家乡代表湾队去参加的全运会 本来以为全运会结束之后可能会去转到那边的一些球队 但是还是留在过 因为他实际上是预备队的那边第二队长 李思琦不在的时候 他经常是带着队冷袖标 队里的定位球 包括点球很多 注意点他来发 家乡球队终于又回到中超了 对 支持一下家乡的建设吗 还有 还有一个呢 对 还有七个 马上镜头又给过来 说实话 湖北出了不少这球人才 往后增城 说实话 王小乐是个打船空的这种类型的队员 但是你 他现在这个年龄 你让他去起到别拉和奥克斯多的作用 他对他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 有点回忽磕 比赛呢 还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要结束 现在胜负难料 降级的形势也不太明朗 反正常说下太是越来越危险 这球啊 哎呦 越来越上的这一脚有点灯榻的危险 这个球应该是伤到对方了 灯榻的动作出来了 对 这球还是踢出去比较好 嗯 但是昨天这个往来踢的队员是谁啊 这小球 看台上面踢 哇 这个动作真的是挺不错 虽然 看起来是没有结结实实的踹着 这要踹着可了 还是滑过去 因为咱们这个位置 有点这个错位的感觉 看不太清楚 罗森文本来 当然他打后腰 不算是个身板特别强壮 嗯 这是个用脑子踢球的队员 像新上场的王小乐这种队员 他在这个赛季没什么上场机会 也是跟国安现在这个中场配置过于强大有关系 嗯 比埃拉 池中国 张希哲 朴昌 掐上奥姆斯多 你跟朋友他什么事 但是今天这个宝敌战打的 真的很多人设想的可能都不太好 嗯 除了大连当作证自己的竹章 打长春样太 这是一死磕的比赛 我肯定我不能把你扶上去 但其他的都在试试 大家都玩命在看你 跟商量好一样 大家最后谁也不放 当然了 这个最后的十分钟才是 大家都在瞄着 都在看 而且今天这个比赛替他还有一点呢 就是 红盘啊 出的非常多 哦 三场比赛都出了红大 哇 建业 恒大 深欢 往往打到最后 你想想考虑费都已经 尘埃落定了 建业那也没什么危险 是吧 尤其现在这个比赛 建业一看肯定更高兴了 是吧 以后大家都赢了 他输了也麻烦 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 正好有一个相互之间要去比赢的 所以就是这么说 但是你肯定打得都要心慌了 刘华今天是满腔热血啊 还不知道往哪儿去喷嗓 对 他这状态好的时候 正好赶上啊 这让国安收着提 有点像之前 王昌庆 这个赛季一开始状态特别好 该要劲的时候 他状态没了 郭安这是打了几场比赛 这状态大出来了 联赛要结束了 出状态出的确实慢一点 你脸要是不伤啊 郭安这个胜场机会不会有这么多 郭安这次反击能不能打出来 又踢到了外小贝 转弓这一下传球失误可要不得 在比赛当中能有稳定的表现 你后面才会在教练的心目当中 给你更多的机会 余大宝你看最后这个摆大腿啊 抡着踢这球 而且马斯拉诺实际上 他是一个倒地去铲球 而且这个脚实际上 鞋底晾出来的动作 余大宝这么踢 有点俩人就挑衅 互相挑衅 对我量鞋底 他这个解围也不是拿脚面去踢 他踢完之后马上脚立起来 也是一鞋底 这球旅鹏选择的是向底线方向去处理这个球 他等于这种清理的方式 这就不是减雷了 这球船的确实往回均 你想减雷的话难度有点大 能不能反击快点打出来 手包球 这时候华夏幸福是不着急的 郭安如果不抢出来的话 他们很难想要说自己把球去往前送 但是郭安一旦抢出来 这种长传球打上去 我们的人数就有劣势 这是一个产传球 华芬文的 这是很容易造成自己受伤的一个动作 神之路说的 你等一下我记一下 然后这球是结结实实踩在罗斯文脚上的 结果还给了罗斯文一张红牌 是不是要努力的奔利一搏 郭安在这个王小乐上场之后 阵型有点改变 防守的时候还是一个5-3-2 三个后腰平战 郁大宝是右边的中后卫 但是防守的时候 进攻的时候 到了这个防守的时候 有点4-3-1-2的意思 郁大宝有点拉到右边后卫 因为西哲这一次 他并不是回到一个标准的右边前卫 或者右翼卫的位置 好球连续的敲打 手球 今天跟手球干上了 这球啊 石正宗还真不一定看清楚 27米 可传也可打 伍斯多和别拉都不在 张细哲可算又站在了 主发任意球的第一人 真不容易 我知道张细哲以前 这个任意球也是有个 直接打进去过来 对啊 搓起来找后点 外卫二点控制不住 这拉位起 拉位起一拿出就麻烦了 小大位起这球呢 也是在关的 层层密布防守之下 没传好 有好打远是吧 都是有机会 到了门前 董晓峰今天同体来讲 表现是比较稳健的 防守的 基本上是落在一个442 这个阶级 或者是一个4132 那是进攻的时候呢 余大宝就位置又不太像一个说 纯正的右边后卫 他插上幅度又没那么大 也有可能是队员在场上的执行力度 还没有说完全达到 现在呢马上80分钟了 各个场子的比较这样看下去呢 降级的最后是长平下态呀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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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十五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差点脱手 掉了 这球打了一脚电梯啊 有点飘 难怪杜晓峰会脱着 国安还是拿到了更多的射门 看能不能把他传进来 武官 选择向回 感觉河北华夏幸福这一个阶段 也有点说退回来防守的价格 因为现在国安中场这个配置 旅逢一个人是单口腰 前面站着石中国 王晓乐和张锡德三个中场 这个和比埃拉 奥古斯多加朴城的话 可能确实配置低了一个档次 今天分差最大的出现在江苏尊尼一购 打了一三比零 现在还没有收手的意思 而且是放松 最后这点球队友应该让了他 我看刷了一下数据 连续16个赛季都有进球 这也不容易 现在能打16个赛季 你帮送这16个赛季应该是代表了不少球队 三比一了 太打一 看来想赢球是有点要凉凉了 能不能快点发出去 斯西拉做的经验很丰富 犯规之后站在原地没动 你别想从我这把球快速扒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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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说可以让李思琪上来试一试 因为这个你看王小洛作为预备队的这个队员上来之后 他表现得不错 中场的拿球穿插组织 最起码及格是没问题的 可能没有那种渗透性的直塞球 出球之后马上的反抢 还是要靠往中间去转移 这么打得很难 但是最起码比赛换人之后的这二十分钟吧 打回了以前关子的那种打法 是 当然你看赵明健这个好的是真快呀 85分钟了 出道的时候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 你看这个魏师豪大腿上面还贴着这个肌肉贴 应该也是还有伤 就把坎布这边不行了 他的不行不在于这场比赛 对 那就无所谓了 但是如果是轻伤的话 这个到足球杯期间应该还有时间让他归复 内侧有可能是顶上之后的用伤 巴坎布可能也耍个小笔记 心说你让他们都歇了 就不让我歇 我也不踢了 我也歇 巴坎布啊 如果是咱们的这个球员啊 像王永波啊 比如大腿让人顶一下 可能一会儿你能看出一片青来 但是巴坎布你看不出来 这边上的是胡言强 胡言强上巴坎布直接下去休息 今天聊天队降级之后 转回也肯定不关 但是来了之后基本上是属于打上头 其实这个队员是特点非常鲜明 速度7块5比 四股 先进一个球 把恒大给刺激 是中国啊 一直在等着这边刘欢上 等了半天也没上 追是追上了 但是最后这个脚法的控制不太理想啊 可能这场比赛 不会有太大的局势的改变 明确这场比赛还是有点保守 如果说这个王小乐 王小乐上来能这么踢的话 开始不打这个三块 还是打这个他最习惯的那个4132 然后上来控制一控制 压一压打 可能发现不会打得这么猛 你让那边把气势打出来 你再想往回找 这个难度要大很多 当然这可能也是 为足球队那场比赛游一下 看个那场比赛 鲁能会猜他有那种战术 当然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比赛打到马上 全部都冬超场次 马上要结束了 最后这个保级大战呀 这设想的不太一样 没有出现那么惨烈的情况 应该是所有的场次 应该是下半时 也是同时开始 不知道算是要上去 因为现在有个VAR 所以你不知道他能补多长时间 这后面会出什么故事 到现在还不好说呢 可能一直忧 但是如果亚太一直是两球落后 大连一方的话 这个故事就没法往下写了 转过身来 罗森门一脚低功了 又还有 咱们并没有享受 感觉刚才看见有什么野兽 上子是刘国博 这炎有点太瘦了吧 智能的面膀 看那轻瘦的身姿 因为这个之前 不管是王小乐 或者是这个底下报名的 这个薰孟涛或者李思琦 他们都是998那个队 刘国博是 应该是992000那个队 这个年龄更小一些 就是U23 可能是U19的队伍 哎呦 这个没必要啊 年轻队员可不要去做这样的动作 尤其是对拉伪奇 吃了一张后马 看来之前的表现一直满分 这一下 他实际上如果没有右腿 跟上去扫着一下 这球没问题 但是他不扫着一下 拉伪奇一扣 会显得他被过得太轻易了 看场比赛呢 最后伤停54分钟 这比赛最后是说这4分钟 国安也没有什么向上攻的这个斗志 下不上 这原则时间下不上换上去 我就换下来 看上去推着人 是亚太轻训 这亚太要降级了 上来一个亚太轻训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这些年的成果 双胞胎兄弟 可能是现在其实能够看到 比如说国安阵一阵 这么多的这么多年下来 包括现在国字号 能够中招这么多的人 因为以前国字号争招 恒大首先是首当其中的 人最多 来了 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 就是按照现在这样踢下去的话 没有就是说 长征亚太是铁定降级了 32分 一堆32分 对 一堆32分 但是这个应该是先比 就是温宜还是救助球 救助球照这么点的话 一会儿我们一会儿 结束的时候再说 这个比赛呢 打到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你最后补队4分钟 对双方都是有点煎熬 但是这个太瘦了 你能把它套进去吗 我感觉这跑起来啊 都有点摇晃 碰大点吹跑了这种 现在两支球队比赛 虽然踢的没什么意思 但是在球场的上边 有一对双胞胎兄弟 崔林和崔奇是双胞胎 现在崔林在场上 这边刘昏和刘乐是双胞胎 刘昏在场上 也有点意思 虞大宝这球端过来了 没有人往里面去包抄 这两个中后卫啊 已经顶到进攻三区的线上了 球困成这样 火马经常也有这种 中后卫顶到这个位置 你看拉莫斯和瓦拉内 一脚长船是什么样 咱们如果中国卫 已经顶到进攻三区的线上 最后一脚长船没踢起来 这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被打了反击 后边没人啊 就一手没完 这个表情 还行 这射向水平也可以 这样就没须预算 虞大宝这少了 他经验很丰富 这实际上人们中锋护球动作 中后卫很少这 因为怕犯规中后卫伸出手去 同时也用手找人 我这边台头看你们这边用手找着你 中后卫通常用手找 但是不会顺手推 哎呦 机会 这一次内切 还是身体对方太担保 对 刘国博确实手 比起这个45号薛梦涛啊 外号叫牙签 现在有新的牙签了 这个更牙签 好 这个时候呢 主得慢 时针路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在这场教练当中呢 最终河北华夏幸福 还是如愿以偿吧 最后一个主场 给了球迷一个胜利的收尾 也许这个赛季整体表现 并不那么太理想 甚至整个的积分都没有上40分 那最后这个胜利还是给来年吧 这个2019赛季留下了不尽的期待 当然也感谢双方球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助阵吧 没有他们 这个球队不可能 在比赛第三十轮的时候 还能拿出这样的斗志 最终的比分是2比1 和平安选服 赛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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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